中國共產黨最會擅長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這皇城之下一片祥和 有人囉嗦拖出去散了 把證據給滅了 立刻把這個所謂的市庫大樓接連兩棟 通通拆除乾淨 爆炸樓房對面的建築屋上 對面喔說什麼 野蠻施工 影響人身安全 百姓訴求希望有人做主 結果這兩個詩籤沒有想到一語成稱 變成了神預言鬼預言 中國河北幾天前燕焦這場爆炸 為什麼變成中國不能碰的禁忌呢 炸他那一整棟樓斷圓殘壁 居然在短短一個晚上之內 輕得片甲不留 怕什麼 專家估計那幾乎是上百公斤 TNT才炸得出來的威力 結果呢 調查結果告訴你說 因為是炸機店 請問炸機店有這個能耐嗎 到底隱藏什麼 如果不是炸機店 那你甩鍋給他 你不怕引爆更大的民怨嗎 我們就告訴大家 民怨正在天子腳下 一寸一寸醞釀著的 是俊強哥 在中國你只要謹記一句話 黃塵之下一片祥河 不能有奇怪的事情發生 但沒辦法就是發生了 那怎麼辦 我們就把它蓋起來 來各位我們直接看到畫面比較快 你先看一下這個燕焦爆炸 他現場這種很驚人的畫面 你可以注意到那個斷圓殘壁也好 以及相關的碎片瓦片 就是你各位看到現場 我們這把井拉繞的你就更清楚 請問一下這種爆炸 你如果不講 人家還以為是遇到戰爭的 還以為你是在看烏克蘭 一棟 兩棟 三棟 這個叫做什麼 屍骨無蠢啊 俊強哥 這炸到連骨骸 長骸 基本上都已經破磚破瓦了 結果沒有想到官方 中國共產黨第一時間 俊強哥跟你講說是什麼 炸機店導致的貨 他說是炸機店煤氣外線 各位你看一看這個畫面 請問這是有辦法一間炸機店 就把炸的天翻地覆嗎 我如果跟你講這是有人投彈 來 這個畫面更清楚了 這樣叫炸機店 這個叫做一整個成型 現狀的發生爆炸嘛 所以好 他們現在專家評估喔 這個爆炸的規模 至少有多少 100公斤的TNT 這段畫面觀眾朋友 你看有一個人跑出來有沒有 在右邊 更多人跑出來那個右邊 有沒有寫一個永順那兩個字 那就是炸機店 哇還有人被炸到有沒有看到 對 沒有錯 俊強哥這個炸機店的招牌喔 不管是哪一家喔 趕快給我他聯繫電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是炸機店爆炸的 結果你看他的招牌 完好無樣 就反而是鄰近的建築 連續兩棟三棟通通應聲倒塌 請問各位有這個可能性嗎 當然沒有可能嘛 所以他們現在抓出來事故原因 因為在這個燕郊 其實所有當地的居民都知道一件事情 來 地鐵22線正在施工 而且這個施工 是已經有很非常長長期的施工 甚至他們看到說懷疑會不會 其實根本跟炸機店有沒有關 而是天然氣管道才引發的爆炸 但是你看官方怎麼講 官方第一時間跟你講 就是這家 各位啊 永順炸機 這家炸機店呢 建築物屹立不搖 說發引發的爆炸 結果沒想到它完全沒有事情 甚至你看這些影片都被揭露了 而且店家跳出來曾經喔 沒有喔 因為我們沒有使用煤氣喔 我們使用的都是電 那這樣說不通啦 那個完全謊言不容了吧 而且呢當地居民隨著更多的資訊 陸續的爆出來 你會發現 其實喔 大家都知道兇手是誰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你看喔 這是網路上呢 瘋傳的一個當地居民連署的舉報信 而且你看喔 有簽名還有話壓暗章 而這個當中的內文講的是什麼 就是在說原本根據呢 他們大陸相關的法規 你如果要蓋地鐵呢 至少要離所謂的居民房 就是我們講的 人住的地方 要多少公尺 100公尺 是 結果沒有想到呢 官方強制 這個聖上說要就得改 施工地點 竟然距離變得到 只有10公尺 貼著蓋啊 這太危險了 當然嘛 所以各位你知道貼著蓋 發生什麼狀況嗎 你有沒有看過你家隔壁 在施工那個狀況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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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下粉塵著弱 然後一下 各地都發生這種爆炸奇異事件 甚至我們各位帶來看畫面 這是示意圖 他們講他們裡面內部的家電 很多人都用著用著 你知道就怎麼樣嗎 各位就像這個畫面 蹦有沒有看到 他爬出來了 嚇到爬出來了 來各位再開始有沒有 家電爆炸 這個理由很簡單 來因為我們這個是示意畫面 但我再跟你講的是什麼 代表整個電路整個線路 包括周遭的公共安全 都因此產生非常大 大的動盪不安 所以甚至呢 有一張空拍圖 我直接帶你來看到 你就更清楚了 來 各位 這個是喔 爆炸時空拍發生的畫面 對 這個就是爆炸的樓房 炸雞店呢 在煙霧的這邊 但是你看喔 距離這邊就我們剛才講的 10公尺的地方 有沒有注意到 有兩個白白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捷運22號的管線 地鐵22號的管線嘛 所以他們在講了 會不會就是因為你這邊施工不散 而導致它有破裂有破損 所以一路延燒到這邊才會產生高達100公斤 TNT大爆炸的效果 所以啊 如果你要甩鍋 那當然 炸雞店欸我自己也受害 你幹嘛要我揹這個鍋 他做個小生意在那邊 招誰惹誰 而如果禍首另有其人 而且正是這個違規貼著住戶正在 腳底下正在大概的22號地鐵 那你出來面對啊 當然 所以有居民馬上各位 都是這樣子 等到事後你才發現蛛絲馬跡 早就有了好不好 來你看喔 網路上曝光2月底喔 各位仔細看這個時間點喔 爆炸樓房對面的建築物上 對面喔 說什麼 野蠻施工 影響人身安全 百姓訴求 希望有人做主 結果這兩個詩籤 沒有想到一語成稱 變成了神預言鬼預言 因為真的 人家已經講了 但是最後悲劇還是不幸發生了 不過發生的悲劇 你知道中國共產黨最會擅長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這皇城之下一片祥和 有人囉嗦拖出去 閃了 來你看 這棟建築物已經夠倒楣了 馬上爆炸之後呢 屍骨未存結果沒有想到 案情還沒有調查清楚 事件還沒有釐清乾淨 但是清除證據 反而是很快 結果沒有想到一整個晚上的時間 就夠你看到怪手進駐 然後燈火通明 人員呢急忙趕工 你想說趕工是在做什麼 把證據給滅了 立刻把這個所謂的 事故大樓接連兩棟通通拆除乾淨 等到隔天早上人來了 也沒有證據了 反正屍骨未存 好我們看到 如果禍首另有其人 真的是22號地鐵的話 你這樣強行要甩鍋給這個閘機店 你不怕引爆更大的民怨嗎 今天雨萱進一步段我們看到 麻煩了在後面 因為民怨正在最敏感的天子腳下 一寸一寸的堆疊啊 是俊翰哥我們剛才講了喔 那是在蓋地鐵所釀出來的人禍 但是現在中國呢發生一個問題 地鐵本身就是一個災難 為什麼會這樣講來 首先是去年的一樣 在這個我們剛才跟你介紹的 這個燕郊附近的 也是一樣北京地鐵的倉坪線 發生一個離奇事件 各位就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兩台列車竟然發生追撞 有沒有看到 直接撞到應聲斷裂 整截車廂都跑到旁邊去了 而且在現場甚至呢 發生了多少 高達五百人的受傷 來 這是裡面鏡頭的畫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燈也沒了 電也沒了 而且慘的是什麼 外面零下很冷啊 零下五度啊 所以所有人都困在裡面 然後推擠驚嚇 結果後來發現呢 這個送到醫院去裡面 高達六百多人 但你就講了不對啊 雨萱 我看到你 我知道你說 這個是一個災難 人也很多 但人多 就不應該會賠錢啊 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光是我們剛才各位介紹的 這個北京地鐵 俊亮哥你知道他一年賠了多少錢嗎 北京地鐵會賠錢 你看喔 這個是人滿為患的話 對不對 大家搶招大地鐵 不好意思 人越多賠越多 竟然賠了高達一千 離六十三億元台幣 而且你講 這是個案啊 不對 整個大陸高達三十二個城市的地鐵 只有五個地鐵有算錢 而其餘通通都賠錢 少則賠二十億 多則賠三百億 甚至到一千億 那理由很簡單 為什麼會賠錢 因為他們大量的都使用 人力的成本 以及為善的成本 所以顯然有一些問題 整個規模也好 整個經營也好 都是土法煉鋼急救傷 才會導致做越多賠越多 但除此之外呢 現在出現一個更慘狀況 因為呢 既然官方不救人民 人民得要自求多福 所以大家呢 紛紛跑到呢 容易做生意的地方去 但是不行 不行 因為呢 他們有一個地方 必須要有人去 就是我們講的熊安新區 過去熊安新區 曾經發生所謂的濁州大水 那時候是什麼狀況 為了救熊安這個海拔呢 只有大概7公尺到18公尺的地方 所以把所有的洩洪 全部排到濁州去 讓濁州當他的洩洪池 所以顯然 這是一個不義人區的地方 那既然不義人區 金翔哥 會有人來這邊做生意 不會 那都沒人嘛 所以各位 你現在看到就是熊安新區 這個叫什麼 鬼城 我如果不跟你講 你還以為我們在看這個 我是傳奇的拍片現場 因為呢 全部都沒有人 只有跪而已 所以你看 好好有一台機車小貓兩三隻過去 好不好 你看人的直接走在街上 根本空蕩蕩一片 但是呢 中央能允許這件事情嗎 不行 因為習近平講了 我們習大大講了 錢還要繼續投下去 即便我們已經砸了兩兆台幣 還是要繼續砸 所以怎麼辦 要求人家搬進去 他找到鄰近附近的 這些中小企業 反正你在熊安新區附近 他用什麼辦法 你違建 你違規 我管你上百萬戶 直接通通直接測場 進行取締 我昨天晚上我還好端端的是合法在這邊使用 結果天一亮我變違規了 對沒有錯 各位你不要覺得誇張就這麼快 來我們帶你介紹 有一個小老闆呢 他就說說 欸不對啊 兄弟啊 我才剛去簽約而已 合約 才剛簽完而已 對不對 這個鳴機國際 結果沒有想到隔天馬上跟你講 欸 騰退通知 騰退是什麼意思 騰空 騰龍換鳥啦 你要給我撤場 騰退 就要跟你講 不行不行 反正呢 寫了1234 隨便亂寄一大招理由 我直接跟你講個理由 好了 熊安新區必須有人 習近平的特區不能亡 就是簡單 這麼一個理由 但你看看喔 即便他們採取這種強硬的做法 但中國的經濟就是因為這樣 反而一塌糊塗 他們外資就在講了 中國經濟落點真的太多了 連《南瓜早報》都寫喔 台商現在喔 根本沒有人有意願投資 我跟各位報告 六成的人打算說我不便 因為反正我都撩下去了 頭都洗下去了 沒辦法 一成的人說我會增加 那剩下來的是什麼 只剩下其他的人說 我會默默的把我的資金水位給減少 所以如果只有一成的人願意繼續投資 請問中國的經濟 在這種惡搞的狀況下 本身內需就已經持續的疲軟 而外銷也持續的萎縮狀況下 能好得起來嗎 另外更嚴重的 我們最後給大家看到是 日本所有你聽得出 叫得出名號的一級的廠商 一家一家拔樁 幾萬人的失業起跳啊 對因為這包括呢 中國現在推出所謂的反間諜法之後 加上他們的內需 加上他們的成本 其實早就已經不符合這些外資企業的期待 但中國確實還是有持續開放土地啊 減免稅收啊等相關優惠座耶 但有沒有吸引力 完全沒有 因為包括我們講的這種普利斯通在內 其實日本高達十大企業 現在陸陸續續世界各國的這種外氣呢 都打算從中國撤廠 而且轉移到東南亞去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了 這內部有它的問題 外面有它的外患 所以現在的中國的內部經濟 跟他們的社會環境 根本是一團糟 中國出大事的觀眾朋友 就在今天 河北的燕郊發生了大爆炸 你看 那一團白色的煙 那一團火球一炸出來 現場這麼形容說 不知道死傷多少人 滿街都是救護車 炸到樓太 時間點太敏感了 兩會才剛剛結束 而這個地點更敏感 因為傳出也在河北上個月 傳出更大規模的大爆炸 被壓下來了 在那個悲劇的現場 超過108人死亡 是真的嗎 你要知道 在中國要引爆任何一個暴力物 都是天大地大的事 更何況接連發生 炸成這樣子追動機 背後隱藏怎麼樣的民怨跟不安呢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河北燕郊的這個爆炸案 根據官方報導 是至少造成一死二十二傷 可是最奇怪的地方是什麼 你知道 按照他們現在調查的起火 跟爆炸的這個地點 其實是一間所謂的餐飲店 但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一間餐飲店 它能夠炸成這個樣子嗎 而且當地的民眾就講說 我告訴你 我當時看到說 一大團火球上來之後 甚至有什麼樓整個都塌掉了 說實話 就這個現場有沒有 你是餐飲店 又不是軍工廠 怎麼會搞到 這麼大的一個爆炸這個事件 你都會懷疑說 是不是在這個案發的現場 被安裝了TNT的炸藥了 當然因為它這個燕郊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 陳如寧剛剛所說 它距離北京機場 大概只有二十公里 甚至距離中南海 大概只有三十公里左右 都很近耶 而且你看 以中國大陸來講 這種高度管控的 這個安全 維穩的這個國家 那你怎麼可能 會發生這麼大的 一個小小餐飲店 然後炸成這個樣子 而且更奇怪的是 事實上大家在整理之後發現到 在二月十三號的時候 同樣是在河北刑台這個地方 居民居然也有發生這個大爆炸 那你在看到那個 當時在媒體在報導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 整排的嗎 對 那整個那個爆炸下來的時候 你知道嗎 它居然造成108人死亡 而且很多人就講說 這種爆炸你看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戰場吧 這個是飛彈砸中吧 我先講這不是烏克蘭 這不是以阿 這個地方是在河北刑台 好 那有人講說爆炸案 很有可能是什麼 因為天然氣 因為管線 你知道因為台灣之前 曾經有發生過 那個管線這樣整個 一直爆炸過去 但重點是 這個地方根本沒有天然氣 所以很多人去看這個畫面 就會覺得它不太像是這種 所謂的一般失火什麼 營結爆炸 他們甚至有人懷疑講說 是不是所謂TNT 或是所謂的黑索精 黑索精其實是一種炸藥 你知道 這種所造成的這個結果 但問題就回來 這種聯想會讓大家開始 往政治上面去聯想 因為最近不是中國的兩會 才剛開對不對 那剛開完了 那你在這個兩會的 這個前後的時間裡面 發生這麼多起的這個爆炸 會不會有所謂的陰謀論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訊號 觀眾朋友 大家會想到說 任何一個小丁點的爆炸 都是大事的 更換這種等級的 所以會不會來自於 背後是民怨的醞釀 而如果是民怨從哪裡來 或是因為人民日子過不好 所以不平則民嗎 其實在後疫情的時期 各國政府都開始關注他們自己的經濟 中國大陸因為在這幾年的發展 非常非常的快速 所以西方國家也非常高度 關注他的這個經濟發展 那我們提到經濟發展裡面 其實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出口外銷 跟內需供應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就先從出口外銷這個地方回來看 你知道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他們去統計的時候就發現到 中國大陸在今年一二月的出口 這個比例 其實跟同時期來相比 其實增長了7%左右 這個7%就造成非常大的影響是 因為它的外銷增加會不會 中國的經濟帶來補血的效應 我如果這邊不行 我這邊多了之後我就進來 也有可能會幹嘛 你知道衝擊到其他的國家的經濟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觀眾朋友 再講一個更直白的話 當中國內需自己都銷不了 這麼多的庫存的時候 他只有一件事情 銷架請銷 往外找出海口 這個時候世界各國就不只是看熱鬧而已 你大家都要剩這樣 其實各國為了要防治中國大陸說 你今天大量的這個生產出來之後 請銷到我這個地方來 那造成我市場的混亂之外 甚至會影響我的經濟衝擊 所以呢 他們其實對於中國大陸製造出口的這些東西 都會有一些管制 但你知道中國大陸其實也很厲害 他現在就告訴你講說 好你針對我的事 那沒關係 我做一件事叫西產地 西產地的概念就是 我只要把我東西做完之後 轉一個口 比如說我到越南啊 到這個馬來西亞這些地方 那我到那邊去 只要進行加工之後 就Made不是in China 我可能Made in越南 Made in馬來西亞這樣 你知道嗎 這一支來之後 變成在地國家生產製造之後 你銷到美國去 還可以享受什麼 低關稅甚至免關稅 他用這個方法來 就把他的大量的這個貨品 透過這個方式 銷到全世界各國去 請銷 攻略 找出海口 已經無孔不入 全境蔓延 而拜登不知道嗎 拜登知道了 新一輪的中美大戰 拜登已經扣下板擊了 其實現在對於很多國家來講 你如果生產這種所謂民生用品 這種東西 那我可能是在一般民生消費經濟裡面 會產生影響 但問題是你知道嗎 過去二十年 中國製造的商船的盾位 從全球比重百分之十 到二零二三年 已經到了百分之五十 你知道嗎 那你想想看 我在製造船的這個部分 他要用到的東西就更多了 比如說最重要的是 做船總不會用紙板弧 他通常都是用做所謂的鋼鐵 那結果現在你知道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 他直接去找拜登 他說你對中國造船業 跟海運物流業 你應該要進行貿易調查 為什麼 他說我們都是在一個不平等的狀況 下去競爭 中國大陸什麼都OK 但他有一個最可怕的地方 是什麼你知道 他用政府的力量 去協助你的工業來進行發展 所以他就講中國造船廠 是獲得國有銀行的優惠貸款 跟稅付減免這些東西 我美國什麼都是要靠 自有資金來做 我的競爭力是比不過他 所以就要求你拜登政府 你現在趕快針對這些東西 你要進行貿易調查 那你想想看貿易調查後面 你是不是要提出作為 那這一作為來之後 會不會又對於美中之間的貿易 產生影響呢 好我們就要來問 在中國的經濟如此逆風 找不到拐點的時候 習近平會不會因為經濟的 拉不上來而越來越焦慮 一個一個觸目驚心的現場 我們來看 我們剛剛從這個所謂的出口 回來看第二個指標 叫做內需嘛 中國當過去被稱之為 叫做世界工廠 結果現在發現到 有很多地方的工廠都缺訂單 甚至就開始倒閉 像以廣東深圳這個地方來講 你知道嗎 他一個月被統計說 離開原先在這個地方 工作的人 人口數大概達到一百萬以上 你知道嗎 哇這個很恐怖的數字 一個月在深圳的製造心臟的所在 應該是勞力極秘極 消失一百萬人啊 而且你知道他們以前 其實你要故宮或幹嘛的 大家搶著去 因為老闆搶著藥 現在大家搶著去也沒用 為什麼 因為老闆沒有要搶著藥 而且你知道這人的離開之後 我們就講人會跟什麼 食衣住行育樂扯到一起 所以你看一百萬人的流失 現在相關工廠方面 他們就講說 他們連餐飲店就講 我一天的營業 本來是可以七千塊人民幣 人一走光了之後 我現在變成一天是一千八百塊人民幣 那這種還是一般的這種所謂的餐飲業 那如果大型的餐飲業 很有可能也會受到這個影響 那我剛剛講大型的這件事 很多人就覺得說我現在消費 我幹嘛明天要去小店 然後幹嘛 我到商場裡面去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先看一下右邊 這個地方其實叫做萬達廣場 萬達集團當時在成立的時候 2021年 你看人潮多成這個樣子 因為有人就有消費 可是到了2024年 畫面左邊這邊 你會發現到 居然冷氣進很多地方不開燈 差這麼多 我先講這是營業時間 你不要以為說我們挑那個畫面 不是營業時間 他現在去的時候 就發現到人潮沒了 而且更多看到的居然都是老人 坐在那個地方 吹免費的空調 然後在那裡聊天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就開始統計 中國大陸在內需減少的狀況之下 對他的經濟發展 產生多少的影響 2023年 中國至少將近 105萬家的餐飲店倒閉 那比2022年的時候 多出近一倍 而且他們去計算完了之後 發現他的倒閉率很可怕 達到150% 倒閉率150%的概念 是150%的概念 哪有什麼破100%的 這什麼概念 我跟你講因為很簡單 我開100家店 新開100家店 是 但同時期有150家店倒 哇等於是 新開的倒不夠 舊的也拿來 踏就對了 所以多了50%嘛 哇 這50%來講 其實老這樣 代表是店面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所以大家絕對不要 只是看熱鬧 觀眾朋友 今天如果經濟 會讓習近平越來越焦慮 我們昨天講過 美國情報已經警告大家 台海可能就會越來越不安 偏偏這個時候 今天仁俊非常嚴肅的來告訴我們 我們的國安居然破洞了 破大洞了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說中國大陸面臨到很嚴重的 這個經濟發展的 這種停滯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會不會把他所謂的內政問題 轉化為 那我從外部來解決 或者是呢 轉移事端 所以我先帶大家來看一道 每一年我們都有一個叫做漢光這個兵推 結果今年漢光兵推是在4月19號到4月26號 為期有8天7夜 那過去其實在看看 看這個漢光兵推的時候 通常時間是在4月底或5月初的時候 那這也是第一次 你看史上最長 再來就是時間往前推移了一點點 哇這個是不是意味著 其實整個台海的局勢來看 已經超乎想像的緊張 不得不提前 還要拉長時間 還有一個說碼是說 因為520的時候 我們要面臨這個賴清德 接任總統 那在這個政權要交接之前 很有可能也要因應 整個台海的這個局勢 所以在這個時段裡面 當然會引發非常非常多的這個關注 但是過去這兩年的時間 我們就講 我們跟美國之間的這個合作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訓練的部分 以前都是用這種所謂的 只能檯面下 但是現在都敷上了檯面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你看這一次漢光兵推 還用3D的這種方式 讓你用這種戰場突資你知道 用這種立體感的時候 讓你去感受到 我真實的這種狀態 這說明什麼 說明這是想定是在巷戰 是在城市裡面 但是其實就巷戰跟城市戰裡面 大家會看到我為什麼 大家會提到所謂的美國 事實上在過去有提到說 美國的這個所謂的特戰部隊 好像有到台灣來這邊 寫訊我們的特戰部隊 進行所謂 城巷戰的這樣一個狀況 這只是傳聞吧 真的嗎 但現在有一個新聞 引發外界的好奇 因為其實在去年12月的時候 當時在澎湖 曾經發生了一起鬥歐的這個事件 那鬥歐的主角是兩方 有3個這個台灣人 跟3個這個所謂美國人 結果那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 你是美國人沒事出現在這邊 那你的身份是什麼 他說我沒有去觀 他們去觀光 但是他是美國在台協會的僱員 但是現在也穿著來講說 其實那只是對外的一個身份 很有可能是到澎湖 協助我們這個國軍訓練的 這個美軍的特戰教官 那我們就講其實對於美國來說 他也不斷去關心 整個這個亞太的局勢 其實以這個所謂華府的這個智庫 他這個所謂CSIS 他們之前也有這個兵推 結果你知道華爾街日報 就把它公佈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 在這個兵推裡面 很多人都很在乎什麼 兵推的結果 結果他這一次是由CSIS 這個高級分析師 同時也是這個兵推主持人之一 他自己出來解說 先講結果 如果在這個兵推裡面 針對台灣的這個趨勢裡面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美日台三方是聯手 稱為藍方 那藍方呢 基本上是贏的 但是結果叫做什麼 產勝啊 哇 產勝 那我要付出多少 才能夠拿下這個戰局呢 其實如果以台灣本土的 防衛力量來講 我真的必須想 因為我們整體的這個狀況 大家也都很清楚 所以如果要靠單一方 去打持久戰 或打贏戰爭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在這一次的兵推裡面呢 美方其實派出了F-22 在所謂的台灣的南北兩側呢 進行所謂的部署 包含潛艦在台灣的西南方這一塊呢 去二手什麼 去二手呢 我認為就是其實啊 中國大陸的潛艦 要進入到太平洋的這個要道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他們派出了轟炸機在台灣的東側 那你會看到他在北南 還有包含這個西南方 還有這個所謂轟炸機 他其實在做什麼事情 他用三面的方式 保護台灣 不要受到共軍的包圍啊 那這樣一個狀況之下呢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兵推的結論 最後做出來是說 在整體兵推的狀況下 共軍武力是犯海 然後能夠上岸 因為老實講 你現在圍住 你現在圍住的是這一圈 這個半圈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如果全力往這邊做的時候 按照兵推的結果 他其實有上岸 但是上岸之後呢 會被我方見面 但問題是什麼 你沒有辦法擴散在你之外 在這一次的兵推戰場裡面 他其實是有被反轉 是被台灣跟美國還有盟國 進行了反包圍 你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兵推 已經萬分兇險 就在這個時候 今天居然傳出 這樣的一個國安破大洞 而豬隊友 居然是Google啊 其實你在這個畫面上面所看 很多人現在都喜歡找這個Google 看看我家在哪裡啊 有沒有被拍到 結果現在發現到Google 20 在近期更新 台灣西部圖字的時候 居然看到了這樣一個畫面 這是什麼圖 這是一個天公三行的 防空飛彈陣地啊 那結果你知道嗎 他現在部署在大渡山裡面 結果這個因為他圖字一拍下來 而且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你有七個這個所謂的 飛彈車的這個舉身彈箱 而且有三座所謂的這個 發射區的備戰狀況 居然在這個圖上面 都看得清清楚楚 太誇張了 他在山上高度管制 滴水不漏 你根本神不知鬼不覺 結果Google這麼一拍 不是全都漏了嗎 所以我就講先講 我們國防部門 邱國正被發現到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立刻就講說 會跟Google這些單位 進行溝通 希望把所謂的 機敏處所的這個部分 你把它給遮蓋掉 但第一時間其實已經 上網都被大家看到 那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以天公三來講 對我們整個防空來說 真的佔有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的射程大概是在100公里左右 那你看到其實全台 從這一線 這樣一直部署過來的時候 它其實在 木製一個綿密的一個防空網 希望我們整體的防空上面 是不要有活動了 所以你看包含到 剛剛提到說 大杜山那個 其實大杜山本身 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個戰備非常重要的地方 它多重要這個地點 像我以前 在這個陸戰隊 在清泉崗 彈藥庫在哪裡 在大杜山 那我們中部最重要的 這個火藥庫 其實就是在大杜山的 那個山腹裡面 你知道那些窩裡面 都放在裡面 你知道嗎 所以你今天現在這個地方 被人家拍得清清楚楚的時候 雖然我剛剛講 大杜山是彈藥庫的這件事情 大家也知道不是機密 但是你拍得這麼清楚 也太誇張了吧 那你可以看得到 事實上如果以我們整體的 這個大杜山的這個 防備能量來說 因為你各個單位到了這個 它塞了多少彈藥在裡面 如果按照余北辰的講法是說 如果我今天就這個單 因為你要集成貢劍的話 他說大概可以有80艘 貢劍在這邊打 那我跟你講 就是說其實對於 它整體的這個戰備狀況 現在能夠暴露出來的訊息 絕對不是完整的訊息 因為它裡面有太多的坑道 要送到各個不同的地方去 我只能說那個裡面 非常非常的綿密 但是這也凸顯出來之後 為什麼今天邱國鎮 遇到了這個說 你今天這個Google 20 把我這個圖弄出來之後 他會立刻講說 要趕快去溝通 把這個機敏處所的位置 給遮掩掉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重要性 有多麼的強烈 華為的新手機 真的讓美國怕成竿 逼美國商務部出手了 準備要拆新機 追晶片技術誰給的 商務部今天更首度在宣布 要重新評估 重新來更新 對中國的管制措施 但是我們就問了 你已經殺了好幾步帶了 還有新的對象可以讓你制裁嗎 而中國真的有能耐 再打一回全新的科技戰馬 2018年美國開始打棍子 對於整個中國做整個科技封鎖 沒有想到這次華為突然間端出了 用90%全自製的一個手機 美國商務部級啊 所以我們來看喔 美國目前的FCC 聯邦通訊委員會緊急要求政府 將兩家中企 緊急列入所謂的黑名單 據像個這兩家公司 可是真的有實力 一家叫宜遠通信 一家叫廣和通喔 那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中國的整個出口的電動車 已經在全世界排 都是排第一名的 那目前呢 中置的一個通信的一個模組呢 會把美國車等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設備 會被中國做遠端的一個控制 這個很恐怖 因為電動車可以遠端遙控 特別是這一波 是上海宜遠通信 全世界最大的 所謂的模組通包廠 台灣的最大廠 都是它的代工商啊 所以我們再來看喔 目前呢 除了上海宜遠通信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這個廣和通 這家廣和通 專門在做什麼呢 這是中國首家的一個 無線模組解決方案喔 它專門在做的叫做行動支付 它專門在做的叫做車輛應用 全世界佔50%以上啊 所以你剛剛點到那幾個方向跟範圍 都是現在最浪頭上的技術 那這一家廣和通掌控了什麼 畫住也跟黨的技術呢 目前呢 廣和通它跟騰訊 他們就是做整個所謂的一個 供應鏈的一個連接的一個模組 那目前呢 簡單的說喔 包括了所謂的個人的一個服務 包括了整個所謂的 所有的貨物的一個運行 他們目前呢 可以把美國的物聯網 一口氣直接打斷 騰訊跟廣和通 一起核地喔 就可以把美國的整個所謂的物聯網 通通一口氣打斷 所以 我不殺你殺誰了 又這兩家放進了制裁的黑名單 但對中國來講 欸 我華為你四年半殺不死我 出現的這一支新手機 舉國陷入了 因手機而重新撿回來的民族榮耀啊 中國這次的完美復仇 各位做到什麼地步呢 手機推出來之後 政策跟著呼應 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近期要求 中國中央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 在工作的時候 禁止你帶整個iPhone 俊項哥 不用多 目前整個高階的這些所謂的政府人員 算一算 會影響到iPhone5%的一個銷售 iPhone兩天跌掉6% 市值跌掉1900億啊 但大家就在問了 這個是暗夜吹口哨 自己喊爽的而已嗎 市場最知道 我們直接到直營店去看看 欸 人民不會說謊啊 最近呢 中國人民居然出現了這個 非常荒唐的一個鏡頭 中國不見有一個婦人 現在那個iPhone14啊 因為現在怕人家偷 上面有一條所謂的鋼繩 防盜繩喔 這個婦女啊 她一開始是用扯的 扯不開之後呢 俊項哥她居然用咬的 這個牙齒也太厲害了吧 她直接把那個鋼籃咬斷啊 我知道她大概有一副大鋼牙 咬斷了鋼籃 咬斷了防盜繩 直接把iPhone偷回家 所以你看 中國人民黏答答 還是愛iPhone 愛的不得了 你怎麼個進 你進看看嘛 我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現在 第二回合 新一回合的美中科技 在因為華為新手機 扣了板機的雙方 再打下一個回合 中國真的有底氣嗎 還是 從此 要軟腳下去了 目前中國 仔細去看它的出口的話 目前呢 元氣其實是還沒有恢復的喔 中國八月的一個出口總額呢 最近又出來了 下跌了百分之八點八 往好處搶 數字有在收斂 但往壞處搶 連續四個月的一個下滑 目前進口的一個總額 一向下跌了百分之七點三 但均相各這當中有一些貓力 為什麼呢 在過去的三十年當中呢 中置產品是美國進口 佔比是一向佔最高的喔 現在沒有了 現在佔比之後佔百分之十四點六喔 跌到了二零零六年來的最低 現在對中國來說 最大的貿易夥伴 叫做東協 過去最大的叫做 美國跟歐洲 現在都已經排到後面去了 好明快現在 中國的經濟在下行 什麼時候看到拐點 不知道 現在聽到一個最驚悚的形容 中國經濟已經到了 人畜同悲的地步 有這麼慘嗎 我們先來看喔 最糟的一個狀況就是 公務員跟老師 會不會領不到錢 目前在河南的一個洛陽市 有一間叫夢金一高 跟夢金二高 結果呢 俊相各 這個可不是遊民啊 這些可都是老師喔 靜坐在整個校門口 為什麼呢 原來校方呢 拖欠空資 已經拖欠了非常久的一個時間了 這個是現在大家最擔心的一個狀況 公立高中的老師 是鐵飯碗中的鐵飯碗 連他們都要自立就進 跑出來靜坐抗議 連老師的錢都能欠 沒有錯 現在連公務員的薪水是領不到 好 公務員的薪水領不到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狀況喔 各位都知道中國這次 中職系出問題 對 中職系是全國吸金 那些所謂的高階人士 好多人是幾十萬人民幣 幾百萬人民幣 存在所謂的中職系 結果呢 最近中職系有人維權 投資人到了北京集團的一個總部 俊項哥發現第一件事情 怎麼了 居然出現了這個白衣人 你有沒有發現那些白衣人 都拿著一塊一塊的白色板子 像盾牌一樣 他其實是不讓人家牌要把人隔在外面 結果呢 後面出現了幾個現象喔 整個維權的人士被毆打 被毆打完之後 現在最誇張的是 那些拿著白板子的白衣人呢 他們並不是公安喔 現在出來的是公安喔 他們是保鏢 沒有錯 公安呢目前在旁邊的第一個 他就直接在那邊看 他們也不做任何事情喔 你的錢被整個中職系拿走了 你拿不回來 你去維權 你要被毆打 甚至於還有人 我們來看 他就直接活生生的被抬走 但是我們來看 抬走的人是誰 抬走的人居然是警察耶 那些黑衣人就在旁邊 靜靜的看著 好我們講到了 沒錢 找錢啊 哪裡去找 如果連地方政府 找錢都找到廟裡 去借香油錢 你就知道問題有多大條了 我們來看天津喔 天津目前至少有四個政府的一個部門 他現在財政是非常吃緊的 那公務員呢被拖欠了工資 拖欠了好幾個月之後 招報目前的天津河北區政府呢 三月沒錢發工資 居然去向一間佛式叫大悲院 借了幾億元 先渡了短期的一個難關 可是渡了短期的難關 你要有借有還再借不還啊 結果他到三月份沒錢嘛 先借了錢 七月份的時候 又向大悲士借 大悲士說 你上次借的還沒還耶 現在又來 怎麼有辦法 所以呢 寺廟直接說 NO 我不借你錢 現在連整個地方政府 動腦筋都動到寺廟上面去了 中國經濟現在淪落到 人畜同卑 跟這些動物有什麼關係 因為很簡單 動物園那些人也要領錢 也要吃飯 發生什麼事呢 遼寧大連 這個叫做瓦房市 瓦房市有一家動物園 結果這些動物園一來 飼養員已經六個月沒有收到工資了 然後現在呢 動物要吃飯嘛對不對 包括了小熊要喝奶 母馬要帶產 結果現在呢 通通沒有錢 甚至於好多的飼養員說 跟這些動物都有了交情了喔 自己墊款 還墊的海幣接近五十萬喔 結果現在呢 無法報銷 不但薪水沒領到 還要自己帶電他們的飾養費啊 肚子餓呀 我最後就問一個問題 到底是肚子重要還是面子重要 習近平做出了決定 人民 眼睜睜都看在眼裡啊 沒有錯最近就要辦杭州亞運了 全亞洲現在到各處去都在做廣告 結果呢 大家看到了整個杭州亞運嚇一跳 我們先來看這房子喔 先跟各位看 光鮮亮麗對不對 對 你被騙啊 俊相哥這是布局 它其實就是已經是拆遷戶了 可是很難看啊 這個這麼漂亮的房子 你說它前面的這個門面 這都假的啊 它就是一塊布遮上去 它是用畫的啊 它包括了牆壁 包括了整個窗戶等等的 它就是一塊布 罩在整個舊建築物 廢棄建築物的外面 讓你看起來光鮮亮麗 其實它是假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他們目前呢 杭州向所有的居民呢 就說你們現在啊 人家歐洲 哇真漂亮 家家戶戶都種花 你們現在也要給我種花 那現在種來的幾來不及 這不知道 然後呢發生什麼事呢 哀家哀戶的送 甚至於呢送到俊相哥 連吊車都出來了 為什麼呢 他們說現在呢 一個陽台給我擺三盆花 任何一個陽台給我擺的 漂漂亮亮的 所以連這個花 一戶擺幾戶擺在什麼前陽台 什麼角度 都給你綠定好 唯一的目的就是我要顧面子啊 我經濟如果再勒緊褲帶 都不管 我只要讓外國朋友選手進來 經過所到這處抬頭一看 哇 國父名牆啊 遍地的一個鮮花 結果那個鮮花呢 居然是由中央統一供應的 但現在呢我們說 人家說也要顧肚子嘛對不對 結果呢 杭州的街道呢 現在不是各國的整個所謂的參觀的人要來 選手都要來嗎 這個時候正是夜市啊小攤啊大發財的時候 俊相哥不能做 所以習近平為了顧面子 完全不顧人民的肚子 多少家長因為聽到了這些話 會想說怎麼兩岸走到了這個死節 遇峰來告訴我們 2024會是兩岸對撞擦槍走火的一年嗎 要當心喔 中國現在是不是急需等待一場衝突 去轉移它內部即將要炸過的民怨 兩把火彈你來看 現在正在兩會 你知道火燒在哪裡嗎 太敏感了 居然是中國的公安廳大樓 其實沒想到隔沒多久 市政府大樓也發生了爆炸 有人出來認了 說就是因為要求懲戒貪官 兩把火代表了民怨 兩把火代表了背後的冰山一角 是多看不到的水面下的 七十分之七的冰山 對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大陸現在是在兩會期間 在這個非常敏感極度敏感的時候 竟然江蘇這個地方 兩個地方被炸了 這兩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一個是市政府 一個是公安廳 公安廳就是類似我們的警察局 竟然就被炸了 但是呢官方沒有任何的說法 然後呢他們的媒體都沒有 但是你看畫面清清楚楚 X是什麼就是以前的推特 很多的人拍到了 因為它的高樓層 欸夢園大部都已經拍到了啊 可是這個在任何一個國家跟城市 都是天大地大的事 對更不要講在兩會期間 高度維穩之下的中國 對過沒多久 有一個人就直接說了 來市政府是我炸的 我要求懲攤官 還我工廠私宅等不平等待遇 然後他說正在等待自首 很多人就想說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就去查了 他有這個講說 他是一個工廠的一個老闆 然後呢是一間公司的代表 叫袁建宏 去查了他們的商業登記 果然也是信員 然後現在有個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呢 因為當初很多很多的企業 被要求追隨 弄出來之後呢 你繳不出錢來 最後整個廠被拿走 那會不會真的是 明月整個都已經燒到 最後要來炸市政府 要來炸公安廳 所以人民不爽的是 我日子都過不好了 經濟你都搞不定了 你還對我剪羊毛 回過頭來我們來探討 2024青龍年 中國大陸的經濟 是怎麼樣讓人捏好幾把冷汗 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中國大陸的 很大很大的這些房企 一個一個倒下去 倒下去之後呢 你深不見地 你看到一路往下 但是呢兩會期間 總理李強宣布一件事情 今年的GDP要拼成長5% 大家就在講說 你能夠撐住的了不起啊 你不要往下走就好 你5% 那5%大家就是問了 大陸的網民講說 好啊你有說法 那你給我一個做法 你5%要怎麼拼 現在拼不上來啊 然後呢現在來講 他們還有做一個 類似他們的一個政績 他說不用擔心 這些養老金要提高了 提高多少錢 20塊人民幣 20萬人民幣折台幣 88塊 網友更炸 你好意思拿出來當政績啊 對啊 一個月88塊 搞不好一個便當都不夠了 你這樣子是不是 要打發乞丐 那這個東西一直告訴大家 過緊日子 什麼叫過緊日子 勒緊腰帶 那你這樣子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把這個GDP推到5%呢 好就是論事 有沒有這樣的基本面 有這麼樂觀的需求 5%真的辦不到嗎 你就過去看看 對 2023年你有多少底氣 你再來期待2024吧 對 2023年它的人均國民所得 所謂GNI 是39萬7 這樣去年下降0.1%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不要看說不到1%應該還好 你知道嗎 這種GNI 是要一路往上一路往上 為什麼 因為全球各地都在通膨 所以資產的價格是往上的 所以你不但沒有Hold住你還往下 這是29年來首次一個減少 你先想看 過去來講 麥當勞 退出了一個什麼 只需要10塊錢 這10塊錢可以有什麼東西 其實蠻豐盛的喔 還有兩塊肉 兩塊牛肉 還有兩個香腸 所以說這東西只要10塊錢 可是網友就說這東西其實算什麼 窮鬼套餐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買不起更高的東西 都沒辦法吃更好的套餐 所以10塊錢折合台幣大陸 44塊 只要44塊你可以吃上雙牛肉寶 那這個東西搶到什麼情況 搶到實體店面 攤了就是這個畫面 大家吵架 很多網友就說都已經開放 改革開放幾年了 還要為了這10塊錢的人民幣漢堡去搶架嗎 現在兩元麵包現烤才好吃 以前大家覺得說兩元麵包會不會 兩元才10塊會不會你的原料有問題 現在直接都搶的 現烤出來的時候大排長龍 有些人一次拿出來都是什麼 三四十個 為什麼呢 很多的學生 他說現在找不到工作 那我今天來排隊 排了半個半天 拿到我一次買40個 為什麼 我這40個要吃一個禮拜 為了就是什麼 至少你生活要過得下去 年輕人還有夢想 還有做夢的勇氣嗎 幾天前我們聊過 哪裡人最多 拜拜的地方人最多對不對 現在這個地方人多起來了 買一個夢 買一個彩券 買一個中獎的渴望啊 對現在的中國大陸的年輕人 他們有個五步啊 不買房 不買車 不結婚 不昇華 不消費 他掙扎求生 因為他找不到工作 然後呢他也看不到未來 所以他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買不起這些東西 買房買車都不可能 那我買彩券 你的工資一點點 我買彩券 買彩券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一個夢 為什麼我需要這個夢 因為現實我看不到隧道的盡頭 我找不到一個光 所以呢過去來講 每一個國家 什麼時候彩券最好的時候 你去看 他的經濟往下行的時候 因為大家看不到未來 不願意投資 不願意消費 那只好去買一個彩券 看能不能夠有機會來翻身 剛剛我們聽到將軍說 大膽二膽上面 不是有一個 那個提那個杯 叫做回頭是岸 要離開中國的人 看一看啊 對 越來越多人看到這個杯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你看喔 這些人都是中國大陸的人民 他們叫做什麼 叫做走線 這個走線 你要花多少錢 要花700塊的人民幣 找到人蛇幫你帶出去 然後呢 這有人去訪問 他就說呢 我們一群人出來之後呢 剩我一個 然後那記者說 那其他的人呢 說死啦 你的走線有多複雜 你要走中國 然後跑去泰國 然後一路搭船 然後最後走中南美洲 每月邊境 他們很多時候啊 遇到人家攔檢的時候 幫你丟下去 就直接丟到河流裡面去 然後呢 最後這一個人 他是沒有選擇 那怎麼辦呢 走這個森林 這個雨林 有人被毒蛇咬了 然後最後就只剩他一個人 然後他說 你這個 那規模 那麼多 然後呢這麼危險 你為什麼呢 他就說 因為看不到希望了 他不是什麼貪官污吏喔 他只是在家鄉 開一個小店 做燒烤的 欸 燒烤的為什麼要走線 要這麼危險 因為他說電倒啦 我一口飯都吃不上了 我只好把所有的家當給弄下去 然後記者就問他說 可是你想想看 你這樣子繞著地球跑 然後從美墨邊線 然後呢還有雨林 又有這個毒蛇猛獸 那又有人死掉 他就說我寧願死在這裡 反正我要的就是一個希望 讀一個夢想 讀一個希望 將軍您剛剛提到的回頭是岸 他們永遠不回頭了嗎 真的有本事的 都想方設法要潤出去啦 兩個我在金門親身經歷的 碰到的事情 第一個 你看到那個金門的海岸 有很多那種鬼條材啊 就是那一根一根 刺向海岸的那個鬼條材 其實鬼條材的旁邊 都是鋪著地雷 都是鋪著地雷 我們曾經有一些 我自己的同學 就有被地雷大死過的都有 但是你知道他們 人到窮到什麼時候 窮到他為了要那個鬼條材 他去割那個鬼條材 那是鋼 割了以後 鋸亂以後拿回去賣 我們不會拿他皮條 因為那是地雷 我們也不敢進去抓他 也不敢去驅趕他 那是在鬼條材 在海邊布的 所以他不會去割那個鬼條材 拿回去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知道 那個時候他們走私到金門 就是在雷區裡面 他可以走出一條路出來 走出一條路 他不怕被炸死 他有辦法這樣子走出一條安全的路 就是那可能前鋪後鋪 不知道已經死了多少人 後來有一條路 他們走出來 就這條路已經是沒有地雷了 第三個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自己親自碰到了 我剛剛講 大丹島有一塊 有一塊牆上面寫著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然後替對岸帶來很多的商機 他們要到那邊去觀光 但是你知道他們管制得很嚴 那條船出來的時候 廈門那邊的資本部規定他 你這條船 觀光客譬如帶兩百個 那你就兩百個人一定要帶回來 你不能中間有人跑掉 跳船 對 就是跳船 就不能有人跑掉 如果說跑掉的話 你這條船 我就不准你再出海 就有一次我們就看到 有一個觀光客 他離我們這塊大丹島很近的時候 他砰一個就跳下來了 就準備要游泳過來了 你知道那船家 那對船家傷害很大 船家他會被禁逐好幾個月 不准再開船 你知道船家做什麼動作 怎麼追 他不是追 他拿捕魚的那個鉤子 丟到海裡 就把那個人直接刺磚 直接勾回去 直接勾上船 這麼殘忍啊 我們那時候 島上的阿兵哥 看到那種一幕 大家都那種吸音載笑 怎麼這麼不忍道 他就一勾 就把船開回去了 就拖在那個船旁邊 把船開回去了 他沒上船 就直接把他偷回去 對啊 就直接拖回去了 就是勾大魚的那種 勾子直接勾到 就直接勾回去 必須要講 我們台灣在這邊 還是有什麼人權啊幹什麼 但他們那邊 你可以感受到 第一個就是說人窮的時候 可以連命都不要 就像到美國去走私這個樣子 命可以不要 但是我要活下去 活下去比命還重要 我人生的希望 比這些都還重要 我寧可為了求生存 我可以不擇手段 到這種程度 我覺得這個也是 最近這一年大陸 很明顯看到他不管在經濟上的通縮 或者是說房地產的崩盤 外資的出走 所以說後續以後 會不會再發生類似這種 這個不幸的事情 其實有待大陸 這次兩會 有沒有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時尚耗資最貴的亞運 在杭州熱鬧登場 吸引了超過兩千萬人來到這一座大城 這對中國經濟可以說是一場即時雨啊 但為什麼居然七年前一篇 杭州為你羞恥的文章 當時被禁了喔 最近又悄悄的在網路上流傳開來 人民怒了 人民痛批 你為什麼這個時間日子大家不好過了 你還花大錢搞面子工程 怎麼不拿錢來照顧水深火熱的人民呢 9月23號杭州亞運正式開幕 但這次的亞運 對於中國來說 到底是經濟的強心針 還是所謂的腎上腺素呢 這次杭州亞運一開幕 習近平當著奧運主委 跟整個亞運的一個主委面前直接說 中國有信心有能力 可以辦好中國特色的一個盛會 目前官方就說 你不能怪我們花錢啊 我們這次的一個杭州 第一個我們要帶來兩千萬的一個遊客 目前單單機票都已經booking啊 那個預約超過都整個二十倍了 周遭的一個酒店預約也是超過三倍喔 所以放心 浙江目前這一波一定會靠著亞運來大發財 但各位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亞運還在辦 但一件事情想不到先爆出來 我們台灣有兩家媒體 去跟整個亞運的舉辦單位 要邀請所謂的一個採訪證 結果呢 不發 所以呢 攝影的一個採訪證呢 有兩家媒體就沒有發了 石板明夫直接說了 都已經過了一百年了 怎麼中國還是一個老樣子呢 上面是慈禧太后 下面才還是義和團 中間是最悲哀的一個部分 但這次呢 杭州開亞運 整個官方是拍拍手 但民間現在 單單為了這個三千億人民幣 人人是焦頭爛耳啊 民官進一步來給我們看到 史上最貴的亞運 到底三千億砸下去 蓋出了什麼來 這些錢都花在刀口上 如果是 人民閉嘴 如果不是 人民 不平則民啊 這次三十年的過程當中 這次的杭州亞運 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豪奢的一次喔 豪奢到誇張到什麼地步呢 這次的整個場館是二零一零年廣州亞運 整整兩倍之多 俊香各單單高鐵站做了八站 然後呢 各地喔 單單是競賽的一個場館 五十六個三十一個訓練的一個場館 台灣的划船選手 單單要從所有的選手村 到划船的地方 坐車坐一個半小時 距離是一百三十公里 但花錢這個也花到太誇張了 我們先來看喔 居然露宿呢 為了美觀圍上了不鏽鋼的一個戶圈 本來是想說變得比較漂亮嘛對不對 結果呢這個不鏽鋼的護勸 有人就說 這個會妨礙露宿的一個成長 你怎麼會這樣做呢 所以呢先把它做好了之後 後面又把它給拆掉 一來一回 這個可是兩倍的一個工錢 這不打緊喔 全世界最誇張的事情發生了 整個公園當中有椅子吧 這個椅子 俊香各超誇張的 有夠浮誇 第一個 它居然是無線電可以充電喔 然後呢 還有太陽能板 我就問各位喔 上面這樣熱呼呼的 照著整個太陽 它突然間在發電 第一個你怎麼做 但是呢 超豪華 為什麼呢 整個手機放上去 無線就可以充電 大家就會問了 好今天有朋自遠方來辦了這個史上最豪奢的杭州亞運 可是運動會不會結束啊 賽事會結束 結束之後 你又要回到水生火熱的生活嗎 你這一些豪奢的設備 這些無線充電的公園椅子 你養得起嗎 於是我剛剛說了 人民不平則民 他們用的方式也非常的隱晦 但是散播速度很快 網路上一篇七年前必禁絕的文章 現在開始像毒素像病毒一般的散播蔓延 背後代表著什麼 俊項哥 原因就在這邊 這次不是花了三千億半的杭州亞運嗎 大家回頭一看 就在七年前 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杭州辦二十大工業國的一個峰會 各位你們知道借了多少錢嗎 整整借了八十億的一個美金 也是弄得每輪每換的喔 俊項哥 這筆錢現在過了七年 第一個 那個時候的錢還沒攤銷完 杭州的人民現在還在還這筆錢 這是第一個 後來呢 杭州就有一個基層公務人員 就發布了一部 說杭州為你羞恥 他簡單的說 這裡面內容其實很簡單 他就說 工程就是長官們一直在轉包當中 但是對我們整個杭州人來說 我們所有的就是只有負債 我們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建設 結果這篇文章 俊項哥後面被攔截掉了 攔截掉之後呢 因為這個是基層的公務人員 所以呢 後面這個公務人員 被進入所謂的行政調查之後 後面他連公務人員都沒得做了 但大家想起這件事情之後 上次才花八十億美金 就搞到現在錢都還沒還完 那這次花了三千億人民幣 到底這一場豪華的煙火 所以放完之後 杭州的人民會剩下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擔憂跟焦慮越來越迫切 因為中國真是沒錢啊 比一時但此一時啊 現在不比當年 當年出股開抽 我中國人抗砸錢 贏回我民族的榮光跟自信 現在呢 你的底氣何在 過去的二十五年當中 中國最驕傲的叫做一帶一路 那個時候習近平到非洲去 你要火車 他給你火車加送火車載 你要水庫 他幫你來蓋水庫 前前後後 據傳花了超過一千七百億的一個美金喔 但俊項哥 這兩年可是破了個大洞啊 為什麼呢 波士頓大學最新的一個研究 他就說了 2022年整個中國對非洲的主權貸款 居然只有 聽好喔 9.94美元 連過去的零頭都沒有 這個是過去二十年來 最低的一個水準 好多人就說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簡單的說 現在中國的財政破了個洞 中國現在唱歌 你剛才說的 現在呢 對外沒有辦法援助 想不到對內呢 一樣這個洞也是越來越大 我們現在看喔 湖南的洞口公交車 最近發布了一個公告 他就說我們的公交車 就開到9月30號了 發生什麼事呢 他們說過去啊 我們一年啊 有127台的一個公交車的一個補助 每年的一個補助呢 大概是一千多萬人民幣左右 但這幾年喔 經濟狀況真的不好啊 所以每年現在只有十分之一 下滑到一百多萬 現在呢 是窮到連公車都開不出站喔 但俊項哥這不只是湖南喔 目前包括了天津 包括了山東 也都有這個問題 中國國家統計局呢 最近呢 特別發明了一個名詞 因為失業率實在是太高太難看了 所以他們就發明了一個叫做靈活就業喔 這個聽起來蠻酷的 什麼是靈活就業 靈活就業簡單的說 就是你做自由液 你做自由液 你做整個所謂的外送 你做所謂的網約車 你做所謂的簡單 例如說你幫人家插插指甲 這個都算是靈活就業喔 那靈活就業劇傳目前有兩億人左右喔 可是這兩億人呢 現在有點麻煩 為什麼呢 劇傳現在大概百分之五十喔 是呈現在金融的所謂的脆弱性 這又是什麼意思 脆弱性就是損益兩平 你賺多少錢 你換多少錢 台灣說的月光族 這個叫做脆弱性 另外還有更慘的 三分之一的人呢 現在是屬於所謂的金融困難 什麼叫金融困難喔 月光族是你剛好花光光 入不敷出的人要怎麼辦 你可是要借信貸 可是花費借費要去借錢的 所以好多人現在是在金融困難的狀況 他們賺不到足夠的錢 是靠著借貸來過日子啊 所以我們講到了中國官方 他們現在這個青年的失業率 他們要蓋牌 蓋牌你就沒有傷害啦 問題是這個兩億的靈活就業 活生生擺在眼前 好啦 那年輕人真實的狀況是什麼 蓋牌就看不到了嗎 不 我們看到了一個指標 習近平要年輕人幹嘛 上山下海逃苦吃對不對 是 年輕人完全不買單 他們通通跑到一個地方去了 景德鎮 那這幹嘛 中國青年現在最流行的叫做景飄喔 各位都知道景德鎮 景德鎮台灣人都曉得那個地方的鍋碗瓢盆 可是中國之光 好多人湧到景德鎮去幹嘛呢 三個字叫捏泥巴 為什麼要捏泥巴呢 因為逃離整個城市的一個內捲喔 但現在呢可能連捏泥巴都捏不起了 好多人為什麼要去景德鎮呢 第一個 其他地方太苦啦 北上廣深通通叫996 早上9點上班 晚上9點下班 一個禮拜工作6天 他們不要過這種日子啊 所以呢他們希望就去做整個景飄 可是景飄呢過去做一些小工藝 做一些所謂的小杯子小碗 還能夠過日子喔 現在可不行了 而且發生很多事情 什麼呢 好多人說這個地方第一個消費低 第二個地方速度慢 好多人湧進去 結果現在湧進去的人太多 太多人做文青事業了 賣不動 所以這個變成是一個逃命的過程 我今天因為大成他996 我要逃離那個內捲 逃到了景德鎮 活得像個人 沒有想到哇這裡有路 大家都過來 這裡又開始捲了 沒有錯 那要逃去哪裡 文青太多現在呢 不知道要往哪邊去 想不到現在連中國當文青 都非常競爭啊 現在看到的是 兩個中國神話之一 他們都翻車了 他是中國第一神童 張欣揚 16歲讀博士 這個中國神話 為什麼12年之後 他應該很厲害的 他應該大有發展的 他去選擇躺平 靠父母混吃等死 他相信這樣可以幸福一輩子 為什麼 甚至再來看這個 一年交出45億台幣驚人業績 登上了時代雜誌 風雲人物的口紅一哥李家綺 他怎麼也翻車了 習近平不是要年輕人吃苦耐勞 他們卻選擇躺平 為什麼經濟全人警告 躺平世代正在改變中國的命運呢 對沒錯 目前中國經濟在下滑 全世界都這樣認為 但是中國不這麼認為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全世界在這個 唱吹這個中國經濟的時候 國外媒體都把它列為這個 頭等的這個標題來這個 來攻擊的時候 你看新華社發表一系列的文章 你看中國經濟崩潰論 注定再度崩潰 然後中國經濟放眼量的 系列的評論之一 所以他一系列的評論 他就是什麼 反擊當前你說什麼 中國經濟崩潰 不可能 我們絕對會讓你們再跌破眼鏡 好 可是問題是 中國新華社在那邊 這樣子自吹自擂的同時 我們從幾個現象 來跟大家講 中國目前遇到了這個難題 就像我們知道 中國曾經有一個神童 叫張新亞 他是真的非常厲害 我們知道神童 12歲的時候 就已經是神童了 你看他10歲考上 這個中國的這個天津大學 然後天津師範大學 然後後來呢 念了北京工業大學的碩士 16歲念了這個 北京航天大學的這個博士 這樣一個人 然後從小數學非常好 得到非常多的比賽的這個冠軍 這等於是人中人 龍中的這個 算是拔尖的人物 結果沒想想 就想 你知道他最近在做什麼嗎 他最近在混吃等死 沒有任何的工作 反正我就躺平在家裡面 曾經的神童變成是這個樣子 你想這就是為什麼 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他自己說 反正我現在工作也沒怎麼樣 因為為什麼 當這個外聘教師 一個月月薪才1萬人民幣 一萬人民幣他說 我做什麼 我現在一萬人民幣 我根本活不太下去啊 他就說我要在上海買房 在北京買房 那都是遙不可及的這個狀況啊 所以他最後選擇什麼 沒有固定工作 然後銀行卡目前只剩下幾千塊人民幣 但是他就很滿意現在的狀況 偶爾他媽媽給他一些錢 他可以過活 因為他不用看別人的臉色 所以他從曾經的神童 變成現在的這個 這個所謂啃老祖 這個告訴你什麼 這個中國普遍男性的認為是說 我現在我不想要這個工作 我躺平可以過好日子 這是我目前的這個縮影 所以當習近平要年輕人 去吃苦去上山下海 結果你看到這個神童 他應該擁有絕佳的條件 他可以出人投地 他卻沒有 他不要奮鬥 他也跟其他 沒他那麼聰明的一般年輕人 選擇躺平 這才是現在中國 習近平主政下的最大危機 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中國神話 這個人也很厲害 口紅一哥 他多會賺 多會叫賣 現在為什麼捅了馬蜂窩 對我們剛才講的是男性朋友 中國的男性朋友 可能普遍這個不想奮鬥 但是女性朋友呢 過的日子好嗎 也不見得那麼好 我們就從一個例子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李佳琦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李佳琦他是誰呢 他是中國的代貨一哥 網路的這個代貨的一哥 他年收入最高曾經來到18億人民幣 那這個他賣什麼賣的最多呢 在2018年的時候 他2018年的時候 那時候五分鐘 在雙十一的時候 賣了1.5萬支口紅 就他最近呢 沒想到又第二度翻車 為什麼第二度翻車 上次賣坦克蛋糕 讓他被消失 官方消失之外 他最近捅了什麼 馬荒窩 因為他在賣東西的時候 你看他賣什麼 他賣眉筆 就是女孩子要用的 畫眉毛的這個眉筆 一支也才七十幾塊 人民幣 中國的這個費 中國的這個品牌 欸79塊 其實說真的也不貴 大概一支則二西來幣四百多塊 我相信女性朋友也覺得 沒筆如果好的話 其實不貴 然後結果沒想到 有人就說嫌他貴 你賣那麼貴的東西 結果沒想到李佳琦居然嗆網友 他說這麼多年 你工資有漲沒有漲啊 那有沒有認真的工作啊 就這樣講 就這樣講之後 捅到大家的馬蜂窩 為什麼 因為大家認為說 對啊 你在賺我們的錢啊 你賺了那麼多錢 然後你在那邊罵瘋涼話啊 大家都說我自己的 的確是沒有漲啊 我很認真工作 但是我沒有漲 結果反而意外 引爆了大家 對於現況的失望性 全部在罵他 結果罵他之後 結果他最後搞得怎樣 他最後出來跟大家道歉 道歉說不好意思 我這樣子一連道歉 你看道歉 但是問題是 他居然一個晚上 掉了一百萬個粉絲 這個一百萬離開的粉絲 背後說明什麼 他戳到了不能戳的痛 對 為什麼 而這個痛是中國要蓋牌的 他年輕人失業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前景暗淡 他一蓋牌以為沒事了 對 結果沒想到被他一戳下去 大家炸了 對 為什麼炸了呢 我們現在網路上 大家都整理非常多 對啊 我疫情三年 我工資一分都沒有漲啊 甚至還有人說 你看我十一年前畢業的時候 月薪是六千塊人民幣 那十一年後的這個今天 我自己 我已經結婚生小孩 所以我還要養小孩 結果我的月薪居然五千塊 我反而賺得更少了 對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為什麼他會同馬瘋 就是這樣 你工資有沒有漲的確是沒有漲 有沒有認真過 我很認真工作啊 然後結果 1.7萬人的網路上投票就說 有六成以上人沒有漲工資 然後有近三成以上人工資還下降 所以你看這就是投射出 中國女性目前遇到的一個難題啊 被蓋牌的年輕人的失業率 背後體現的是什麼 不是我不努力 你也不要下我工資有漲沒漲 你不要下我沒認真工作 我想拼 你國家有給我這樣的環境讓我拼嗎 對 的確是真的沒有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中國整個內序是相當糟糕 譬如說以這個中國國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 所謂的女性的口紅一哥對不對 或是說像是這個 所謂賣這個眉筆的 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產叫三兔的平價香水 結果沒想到最近一段時間 他就倒閉了 他說他在9月28號就關閉 為什麼 因為沒想到連平價香水都賣得不好 他其實也不貴 這個一個平價香水來說 相對你要說歐美的這個 一瓶到四五千塊 他其實不到一千塊台幣就有找 結果沒想到連這樣都撐不下去 另外一個就是還有一個中國的這個 國產的彩妝服器這個品牌 這品牌的話他在網路上就說 我們這個官宣倒閉 結果沒想到還有人說 你這是營銷手段 每一次都說這個跳樓大拍賣 他說不是我們不是營銷 是我們真的倒閉了 所以那實際上這個 因為他負債近八位數字 所以這樣 我們都講 為什麼我說這個很嚴重呢 我們都說過去有所謂的口紅經濟學 對不對 經濟因為不好的時候 口紅要賣更好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經濟 爛到連口紅都買不起 所以現在中國的經濟 真的比大家想像中 可能都還要更差的一個局面 我們剛剛看到的香氛香水口紅 對 這些很多人講說 這個不是生活必需品 好 我們就來看看生活必需品 居然現在也引發了恐怖的 關店雪崩潮 對沒錯還有什麼店 有沒有加勒服 加勒服 如果台灣關加勒服的話 那表示這個景氣真的很不好 台灣加一加 你看Costra還在過店 對不對 就沒想到這是最後的一家 北京的這個四圓的這個橋 四圓橋店 結果最後就關閉 為什麼 因為加勒服真的撐不下去了 那除了加勒服的城堡消息 當然代表內需市場在萎縮 另外還有中國休閒臨時的 這個獨角獸 叫AE的這個所謂臨時研究所 就這也是一樣 他過去那時候風風火火 你看他曾經在中國 開了非常非常多家店 那去年5月的時候 曾經有50家店 而且很多網紅都去拍照 他們真的非常好 結果現在大規模的關店 現在只剩下9家 留守在福建這個地方 所以從這些蛛絲馬跡 不是我們不願意努力 而是大環境真的讓我們努力 我們可能都賺不到錢的一個狀況 好我們最後來看到 剛剛一開始講到了 中國官方他們強硬的回擊 誰說我們的經濟要崩潰了 這些都是胡說八道 讓數字來說話 你到底是真有底氣還是暗夜吹口哨 對我們在講 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的外這個外資不來了 你看以這個中國商務部來說 今年前八月的這個中國的FDI 就外資來投資 叫去年下跌5.1% 那你說中國經濟真的不好嗎 我們來對比 因為外資不來 為什麼不來 因為你經濟不好嗎 那你說那因為全球經濟不好 不是 外資到哪裡去了 你看外資到越南 今年前八月吸收了大概181.5億美金 年增8.2% 所以他不是沒有投資亞洲 他是去充化 對還有印度一樣 你看這是這個紅海富士康他們刻意PO的照片 9月17號是末底的生日 然後他們就說我們要爭取在印度的就業人數 FDI還有業務規模都要再翻一翻 所以你看他們要到越南 他們要到印度去 就是不在中國 所以就表示中國不好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講 全世界為什麼會說中國不好的經濟不好的原因 是因為這樣子 我跟大家講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口 為什麼是人口呢 日本為什麼會陷入所謂的衰退30年 其實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人口老化 跟人口在減少 但是日本人口老化的程度是在1993 94年開始 所以他經濟開始快速的下滑 但是他到2008年人口才開始減少 可是你知道嗎 至上目前為止 中國已經開始在 人口的這個狀況已經開始在快速的減少 而且你看他已經快要跌破了這個正負值 也就是他有可能會變成人口再減少 人口減少等於是他負的比日本要慢 但是老的比日本更快 所以人家才會下一個這個標題叫 目前的中國的困境比30年的日本可能更加 有過資而無不及 外界更關注的是這個數字 中國青年的失業率 暴雷的經濟走投無路的年輕人 接下來怎麼辦 中國國安部罕見提出警告 說有退休幹部正在招兵買馬 籌組趕死隊要顛覆習近平政權 對為什麼要追經濟蓋盤 因為經濟惡化的程度超乎大家的想像 那為什麼要蓋盤 因為怕引起更多的民怨 你看最近一段時間 中國反而他沒有在拚經濟 他反而在維穩的一個狀況 最新的一個消息是什麼 中國的國安部披露說 在雲南他們破獲在雲南有一個叫 肅性的退休幹部 他在國內招募所謂的趕死隊 他說他密謀在2017年的期間 要齊及敗出所 然後還要奪取駐軍的彈藥庫 然後還想要顛覆政府這樣一個狀況 那說真的就是反習近平 那這個後來就破獲 因為沒有執行 那結果他們中國就把這一個行動叫做什麼 中國的班加西工程 這個擺明了就是要造反的一個狀況 那你看為什麼退休老師要造反 顯然是活不下去對不對 事實上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真的是非常糟糕 我們先來看幾個這個數據 2023年就是今年7月的CPI轉為負值 你看美國現在是通膨壓力很 才降下來還有3%多 可是中國居然是負 表示說人民的消費水準是相當的低 另外一個前7月的固定資產的投資 大概預估是這個3.7 結果出來是3.4 也就是固定資產的投資 固定資產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投資房地產或是投資工廠 這是未來的經濟 就你看未來的經濟投資變得比較少 所以未來的經濟一定不好 那包括說現在房地產的開發投資 年減8.5% 比預估的年減8.1% 都還更多 所以你看中國的數據都是比預期更差 甚至連PPI PPI來說的話是年減4.4% 月減0.2% PPI是什麼意思 PPI是生產者物價指數 如果生產者物價指數都在跌價告訴你 根本就生產力非常非常薄弱 所以你看中國現在是CPIPPI 固定投資全部都非常的弱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人人就說 你準備要步入通縮的這個局面 這其實數字都很明確 可是中國現在死鴨子嘴硬 他們中國的國家統計局的這個發言人 傅林輝就說沒有 我們這個中國經濟不存在所謂的通縮 那下階段也不會出現通縮 為什麼 因為說真的 你一旦陷入通縮的時候 這是個漫長的治療過程 所以現在中國寧可說我們經濟的確不好 但是也不能夠說是通縮的一個環境 嘴巴說沒有身體有沒有很誠實呢 來 我們來看看 中國央行做出了什麼決定 立刻就打臉他了 對 沒錯 自然中國央行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突然做一個決定 他在這個 而且是兩個月之後 他再度下調所謂的 中期借貸便利的這個得標利率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像我跟他講 自然這就表示 他在引導中期的借貸的利率往下滑 就是說你都要跟我這個銀行 你要跟我央行借這個中期利率 我把它往下壓低 那目的就是 我要銀行的中期利率也往下壓低 那你壓低中期利率的意思是什麼 中期利率一般來說 可能就是買車買房這些 所以目的就是 我壓低利率來讓民眾可以消費 可是問題是 到底有沒有用呢 我們看到事實上 目前為止 他已經三年半降息最猛的一次 可是外國銀行外資產都說 這根本沒搞 特別是我們以匯豐銀行的 這個亞洲外匯策略事實上就說 他說人行可能會持續的抑制 這個市場的波動 但是潮水不斷湧入的時候 我們不認為 該央行能夠在沙中劃下界線 什麼叫做沙中劃下界線 就是沙裡面來說 它一直不斷的往下降 你要劃界線那是難度非常高 所以現在中國來說真的 目前為止來說 幾乎是找不到太多 讓經濟活動能夠起來的解藥 更大的一波海嘯高牆正要拍打上岸 剛剛好幾次一直在跟大家說 他們公佈這個數字 我們最想知道的是青年失業率 它居然蓋牌了 不說比說更讓人驚恐 對 事實上青年的失業率 我們認為說可能就永遠停在21.3 為什麼 因為這是六月公佈的這個數據 那六月公佈的數據 大家說接下來數據要不要公佈 中國就說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經濟不一樣 所以青年人的就業樣態 跟過去的統計數字完全不一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統計數字有要優化 還有健全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先不要公佈目前的這個數字 那擺明的就是因為太難看 所以你要蓋牌嘛 那事實上好 你不要講 你不講 官方不講 可是民間自己會統計 譬如說以一個中國媒體的這個資深的編輯 他是算是他自己在感受 他說其實根據他們的調查 新畢業的那個大學生中 可能百分之80都沒有工作 不是21% 不是30% 是80% 對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大連理工的這個 這個誠信教授 他說啊 他說學上上報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學上上報 說我們這一屆畢業生有多少就業 他說其實只是紙面就業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好像他有去這個公司 但是其實根本沒有啊 就是可能這個公司沒有錯 就是他 反正學校為了要美化我的就業 我也是假的啊 是 所以大家都輪流造假 所以他說事實上現在真的非常嚴重 武器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9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100萬的訂閱 我再衝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call更多人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100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您